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DK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历史名将是 谭渊之战抵御辽军,镇展契丹南苑大王 随驾封善泰山的简孝太师石宝吉 石宝吉自幼之,开封俊义人,近河南开封世人 北宋时期的名将,也是归德经节度史史守信的第二个儿子 石宝吉的体型魁梧,相貌也十分威武 且颇有军事才能,以复应补天平军衙类都指挥时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 他被皇帝召见,赐给了他礼服御代和金安的战马 开宝五年润二语,他被选为太祖的二女儿延庆公主的丈夫 授封左卫将军和驸马都尉 又授尹庆光禄大夫,简孝公部尚书左卫将军 七月前简孝尚书左卫业,领爱州刺史 宋太宗继位后,他尽封为简孝司空,升任爱州防御史 太平新国四年,公元979年 宋太宗赵匡义,率军清征北汉 宋军先是击溃了支援北汉的辽军 而后猛攻太原,石宝基参与了太原之战 之后,北汉的皇帝刘继元被迫投降 北汉致此灭亡 太平新国五年八月 石宝基因为派下属到秦隆地区采购竹木石违反的规定 被宣会北院使判三思市王仁瞻揭发 受罚扣减了一年的俸禄 太平新国七年,他又改任为朔州观察室 公元984年,太平新国九年六月 他的父亲石守信去世后 石宝基继任威赛军节度时 知授起傅云辉将军 幼金五位大将军,进光禄大夫之孟州市 之后移之天雄军兼兵马都部署 雍溪三年,公元986年 他被派到河阳担任知府 次年被召回改任大明府的知府 并兼任大明府兵马都部署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初 石宝基加简孝太夫横海军节度时 进封西平军开国公 次年加特进守安国军节度时 送真宗继位后 加封他为简孝太尉和宝平军节度时 贤平二年,公元999年11月 宋真宗北巡时 任命他为河北各路行都部署 驻扎在定州 加开府一同三司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 他改任武林军节度时和同平章时 冬天,宋真宗到谭渊巡时 命令李济农和石宝吉分任皇帝前部队的东西两翼阵事 辽国骑兵数万人攻到城下 石宝吉没来得及穿上盔甲就上马迎战 并且正战敌军南苑大王辽军健壮退去 之后,辽国请求和谈 皇帝在行宫后花园设宴 并对李济农和石宝吉等人称赞道 自古以来,北方的威胁不断 如今他们畏惧我们的威严 接受我们的人意 停战安民 这都是你们这些将领的功劳啊 石宝吉回答道 我只是奉命对敌 具体部署 全是李济农大人的功劳 李济农此时也谦逊地回应说道 石宝吉将军带兵认真 论领兵亲自作战 我不及他 皇帝听了后也非常地高兴 对他们说道 你们同心协力 就能为我大宋带来和平 我就再也没有忧虑了 并且非常高兴地赏赐给他们礼服 金带和安玛 景德二年 公元1005年 石宝吉调任正安军节度时 景德四年 他的部下尚书请求他回到镇所治理 朝廷准许 大宗降服元年 公元1008年10月 石宝吉随东风祭祀 在泰山随驾风扇 担任司徒职务 家生简孝太师 同年冬天 因为他的妻子延庆公主生病 皇帝让他回去探视 不久公主去世 大宗三年 公元1010年4月 石宝吉去世 享年57岁 朝廷追封他为中书令 十号庄武 葬于河南府洛阳平岳乡宣武园 石宝吉去世后 有人注意到 他和他的父亲石守信 在大明镇守的连岁相同 而且也都是57岁的时候去世 这种巧合 也在当时的民间成为一种谈资 好了 今天历史名将的故事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 请点赞订阅收藏 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